我來自南投福利 我叫蔡友林 現在是一名傳說對決的職業選手 我本身就是一個不太愛讀書 自己有自私之明 不是讀書的料 雖然家人都會希望你讀好書 但是 但是我爸也是 後面也是知道 就是我也不是讀書的料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從幼稚園到高中 對到國上 我那時候都是有 去上什麼才藝班 幼稚園就是上什麼游泳啊 然後直拍人那些什麼的 然後到國小之後 我從國小到國上 全部都在鼓勤 對 就是越鼓越大動 書面要讀比較好 孩子的時候就很愛玩 就算了 那就都算那個做喪心的 做喪心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 覺得孩子要好好讀書 他就是 我感覺我買電話給他 是要讓他去讀書 結果他就拿來算遊戲了 後面我有盡量控制說沒給他算 但是他也是都會 逃勝啦 然後就 逃勝了 到後面就開始玩手搖了 在玩手搖的時候我就一直 沒給他算 但是他三個判斷都會逃勝了 當初想打第一原因當然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在 排位上我覺得還蠻強的 肯定 會想當選手的人大部分都是覺得自己很強 所以才會想去當選手 對就是 因為已經 因為會覺得說自己在這條路盆的業餘上面覺得自己 還蠻專的 然後就會想往更高的地方上面擋 所以那時候當選手會想去當選手 最主要是因為 當選手那時候其實 說真的確實還蠻帥的 對那時候就是SR後來我去 一家栽星的工會 那時候 就有一次娘子就叫他密我 就說要不要一起打 那時候其實我當下蠻開心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當初 娘子就是一個 算 基本上是千五十米SS 他就找我玩的時候就是他會跟我講一些可能 比較 雙排上的一些細節 因為當初是很雙排 然後就是 跟他打之後我更成長 然後那時候S4就是我跟他 兩人就是一起 搭泰國第一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其實 就路續遇到越你打越前段班 的排行榜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一些比較現役的選手 高二 超過高三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雨中他們 就有來 問我說 小年要不要打直接 當下是蠻開心 因為那時候 對自己 還蠻強的 是不是能打 然後那時候就跟家人講 第一時間當初先 跟我爸講 他跟我爸講之後 我爸就是說 那是什麼 然後又說 就周杰倫戰隊啊 然後 那時候 那不能打 就是這件 基本上就是直接被100%拒絕 後續就是 還是有 還是有幾支隊伍就是可能 當時可能缺選手 然後可能 江湖人 然後都有來勿募 但是 那時候我都直接跟他說 那個 我家人 沒辦法同意讓我打 所以 我都是拒絕掉這樣子 他以前說要去 打 打 另外一間不是HKA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去 落地了跟控制我去 結果 他也想說他不想去 結果 後來 HKA 跟我說 他要去 他要去HKA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HKA 他就說 他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他要去 我說 好啊 好啊 我就真的跟他 說 好啊 你去 去台北 感到好 結果 還沒有 晚上而已 他就像你 換了 洗澡 換了 說他要去台北 再換了 我去 我來眼睛就說 我真的要去 我這樣想說 很不甘的 一個小孩 走去台北 就我跟我爸其實感情 那時候沒有到很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親我同學 我就說 能不能載我去車站 因為 跟我爸感情不知道我怎麼不能 這樣說 他就已經反對我 我還這樣載我去 好像有點尷尬 我就親我同學那時候 可以開始載我去車站 然後我 我有心理想 這樣子 就拖著心理 從我家後門走出去 然後到 我同學車站 我還看著我走出去 然後過了 過了一點之後 那時候我爸就跟我說 當初你 把他心理這樣整齊的時候 你就被撈 把衣服再給你這樣撈了 他這樣跟我講 過不久的時候 他就說 他要比賽 跟我講 叫我去看 我想說 好啦 我們就叫我們去看 叫我去看 那個效果啦 因為那種電信 的東西 我就 沒有接觸啦 那我就覺得 本來都是說 我 我原來 年代 覺得打電動的時候 來 打遊戲 或是甚麼 都不講英 這樣算了 結果我還覺得 沒人 現在的電信 像選手一樣 就開始慢慢接受了 第一季戰打的時候 其實 成績 沒有很理想 其實我們自己 覺得自己也會 因為那時候我們團隊 其實都還蠻順利的 直到 第一場 打出了1 team 那時候 打出1 team之後 放個年假回來的時候 整個感覺 每個氛圍都不太一樣 直到我們已經沒有季後賽 然後那時候 教練就是說 沒差你們自己選 就是你們自己選角 自己檢討自己擋 然後那時候 好像整個人解放一樣 就是沒那麼緊張 就是 蠻敢打的 也蠻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那時候 跟我們直接成為了 真正的團練戰力 團練三十年 真的一分為輸入 我們 那時候是魔龍版本最強的 就是 魔龍怎樣打到1 基本上第一局都順風 五個人都同時一殺 下一季準備要起飛了 到了下一季之後 我們 也找到跟團隊就是 還有包含破型的 那個配合的方式 然後我們五個人狀態其實 也還不錯 然後我們順利的到了季後賽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是DM5收穩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要碰撞妹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順利的 3比0拿下勝利 其實當初並沒有想到說 冠軍什麼 當初其實 想法很簡單 就是第一就只要出國就好了 然後我們 都很開心 出國了 出國之後 我們那時候就準備打 冠軍賽 我們冠軍賽其實 沒有想到會試比0 可能是因為我們真的是 前面就是 有分數的輸注 讓我們氣勢越擋越強 所以我們就順利勝財 拿下視頻的勝利 然後拿下去先出發 我們出發去泰國 打AI 然後那時候 到了小組賽快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團隊出現摩擦 我跟 阿寶 發生了一點爭執 就是在團隊上 就是可能 溝通跟贊助上有一點配合上的 衝突 對 那時候我跟阿寶大吵 吵到後面 吵到那個故事 要快打起來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越講越 越講那個火越上了 看起來每次看那種疙瘩感 其實維持蠻 長一段時間 就是到 反正就是後 後續工廷有進來 對 然後到 那時候 就是有去雙方互相夾 然後 就是也有去跟阿寶刀錢 小林就是感覺 打排位和團隊就是 比較認真 然後他算是一個 比較熱情的人 就感覺出來他很想要打比賽 私底下嗎 私底下 其實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一個白癡白癡的 他基本上 他台面上跟台面下 沒有差別 就長那樣 其實也都 還好 後面 後面比較有和好 就是 因為時間 是可以充斷很多東西的 對阿 我也跟他道歉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時候態度也沒到太好 我是又跟他道歉 雖然現在就 很好 現在就完全沒有 完全 沒有這回事 就是 這件事情還是可以拿來開玩笑 就 兩個Kent 好像在吵架 兩個互相說 對方大頭陣 吵吵吵吵吵 然後我就去 每個都問一下 問其他 沒有沒有沒有關聯的人 然後就聽一聽 我就叫小林去跟人家道歉 因為小林平常脾氣也比較臭 那我覺得 這件事 就用年紀來講 他也比較小一點 然後先低頭 大家以後還是好兄弟 我那個時候也是想看小林的個性有沒有改變 如果他願意低頭 不管 這件事誰對誰錯 對我來說都不重要 只是他這個動作願不願意做 願不願意做改變 這一季 是我第一次遇到人生以來 最低潮的一次 對就是我覺得我的人生前半段都還蠻順利的 然後這次讓我 其實讓我還蠻 心情上什麼的 我都覺得 壓力上我就覺得還蠻沉重的 就前一陣子其實我 身心靈啊 還有一些就是我自己 本身就是 個人上我就覺得還蠻負面的 就是蠻負面情緒的 所以我其實 就是在調適自己 就是 就讓我覺得 這半年是讓我覺得最 最壓力最大的一次 就是 就是也是讓我 或許也是讓我在學習 新的事物的一次 因為讓我 第一次遇到 雖然說我的冠軍 沒有哪個比面多 但是 跟童年平德人比 我的經濟能力我覺得 已經算很好了 然後 我不用替 家人擔心 也不需要去擔心我的下一場 對我來講我覺得 這已經是一件很幸福 我要去懂得感恩的事情 對小林說的話喔 就是 相信自己能夠做到 其實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可能在 狀態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是比較像是 缺乏那麼一點自信 他沒有像以往那麼開朗 就是 缺乏 就是他有辦法 呃 帶一個隊友 然後很有自信 跟大家說往前衝 之類的這樣 就是希望你繼續保持你的熱情 然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祝福我們幽靈 HK 這次可以 拿到一個 冠軍賽 他如果拿到冠軍 我也很高興 那咧 山山其實沒有很大的挫折 我小時候有點怕高 我今天要來挑戰一下 飛行上的感覺 很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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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往後躺來 OKOK 來 腳有點彎 坐進來 看到這邊 還在看著你們 希望你們每天都開心 因為我覺得人生沒有後悔一下 當下快樂最重要 C嗎 秀仙記得是不是 對 OK 嗚呼 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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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還爽 很爽 很爽 喝吧